等于现在男生又开始创业了 是吧 因此一些生活习惯也变成了日常争吵的一些内容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我 就是从小到大都不吃猪肉 我就一吃猪肉我就吐了那种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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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就是我不是上年参加了法考 然后我中间一直在学习 没有怎么跟他去约会了什么的 感情就感觉就变了 然后 谁变了 他变了 我知道你去考试 努力学习 我也支持 我只是说不想看你那么累 在每周你能抽出两三个小时时间 放放松我们约个会 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 只是这个意思 你每天从早上到晚上见不到人 微信也不说个话 我当然不想让你那么累 而且考完试之后吧 虽然差一点没有考过 你老实说差一分心里不甘心 结果已经出来了 差一分跟差一百分有什么区别吗 而且明年又不是没有机会 完全可以继续去考 但是你知道吗 这场考试对我有多重要 然后我从一月份一直准备到九月份 你不但没有支持我 还天天抱怨我没有时间陪你了 这了那了 而且我考完之后 我差了一分是不错 但是我是一个小姑娘 我哭哭就咋了 对啊 你哭啊 我安慰你啊 然后你还说我不理解你 那我夏年还要再准备一年 那你说咱俩之后应该怎么走的 我还是这种状态 可以有一年已经有经验了 知道该怎么去 我不打扰你嘛 就可以了 你看你是什么态度 不打扰我